欢迎来到人者无敌聚宝奇 我是主持人德鱼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鱼好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超大的好康 赶快跟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分享了 5月份温馨的节日 母亲节就快要到了 那么大人哥特别推出了限时限量的 这样的一个优惠 只要您现在加入大人哥 免费的赖亿特粉丝团 我们的ID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那么加入之后 帮我输入三个神奇的数字 520 好那就可以来洽询我们这一次的优惠 邀请大家赶快立即行动了 好那么当然了 我们这个单元是聚宝旗 期货非常的灵活 我跟大家复习一下 昨天还记得我们是做多还是做空赚钱吗 昨天我们做空对不对 然后今天做多 你看不管做多做空 同样都是给他开心的数起钞票来恭喜我们聚宝旗 所有的团队成员 那怎么样做到的呢 赶快把这个问题来请教大人哥了 好德鱼好大家好 好那因为其实最近的行情我先说明一下如果你是刚刚看到股膜利益再来看聚宝旗的话我欢迎你因为我已经苦口婆心念过不到n百次了就是如果你只有做股票的人的话你也要懂期货啊 因为最近的行情的话你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就是那只黑手就在这边去做护盘 嗯好所以这个行情是不会跌的行情 当然他也很难大涨吧 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在那个某一个日子之前涨到涨半天了 嗯那这就是现在目前你看到的一个行情被黏住 但是却又轮动 然后呢 呃资金轮动很快 然后但是个股都有表现的这样的行情 那当然如果回归到期货操作的话 他会有另外一个操作的方式 所以我再次感谢如果你是只有操作股票的人 但是你愿意看我们的聚宝旗你可以把它好好把它看回去 那我也说过了你看最近的行情的话就是一个黑手仍然在护盘的行情 所以你可以透过多空双向灵活操作的方式 因为如果你要放空呃个股好了 你会有一堆的限制哦 就是比方说停支卷 比方说卷回补 比方说像最近开股东会 然后又有什么 到时候又有又有 呃除息 他到时候的那个融卷都要强制你去做回补这样的动作 所以那时候去空很难空 可是你如果透过期货 透过股票期货 透过这么好的商品 去做这样的操作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在项目前行情里面赚到一般股票赚不到的钱 甚或是像这个是今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我先给给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盘前的讯息 看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会员说的 我再次重申哦 这个是我现在在讲的这件事情的话是会员 聚保期的会员的盘前的讯息 那每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八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们操盘室这边就回来发出给我们的聚保期的会员 那有些会员就就看着这个讯号 看着这个压力支撑 冲啊冲得很开心你知道吗 你看这里我就前几天我就说了 他就是50点100点那个关卡 然后呢今天的话也类似就是震荡区间的看法是没有改变的 然后波段压力的话看800但是短压的话是看750到760 所以今天的状况的话是根本没有到短压 就在一个很闷的地方被压着 然后呢往下看下去的话波段支撑是看500 甚至是短支撑的话是看600 所以他根本也都没有想要去跌破那个支撑的地方 那你看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还好啊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可是你如果看昨天的期货跟前天的期货的话 你会发现说啊昨天怎么可以这么准 怎么可以收在那个650 然后前天的话怎么可以这么准 竟然可以收在601 然后再给你看一块东西 上半段我们果莫力有讲 来这是台股大盘加权指数 700 对啊也太准了吧 哎这要电脑电脑才能算得出来的 一般的一般的主力一般的这种法人 是很难把那个这个加权指数把它算出来的 因为加权指数是全上市的公司把它整合起来的 当然你如果控台积电的话是很简单啦 你就偷拉台积电指数就会涨了 涨就是涨一点一块钱的台积电就是8.3还是8.7点 它的权状不一样的情形之下 就有不一样的影响 这就是你看到的黑手还在护盘 今天收盘收在20700的台股大盘的指数 那当然回来到操作面的部分的话 你看懂行情之后 你还是要有比较 呃纪律啦 或像是比较精准的买卖点的操作啦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 呃虽然最近的行情都是偏多的 可是呢 当充的部分的话你不一定 每天都只能做多 因为如果有空的机会 比方说它一个开高 就刚好给你开在那个压力的地方的时候的话 我用换的不行吗 我这边空下去之后 如果我赚可以赚一段 可是如果它真的突破的话 我停损停损小的 以大然后换小 或者是说赚大 然后赔小 这是我们每一次在期货操作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我必须要控管我们每一次的停损 我要控管我每一次会最大的损失在哪里 可是我当我每一次的最大损失控管数之后的话 我都可以用大的获利来换小的损失 所以这是今天的行情的震荡嘛 那前几天的话也给大家看一下 前几天我跟大家说过了 赚的那一天 我记得上礼拜五吧 台股大跌 所以那天我们是空单赚钱 可是你看跌完之后又拉上来了 那时候是收在20382 然后到今天的话已经20700了 这个是在上礼拜五的台股的部分 跟台子的部分 那当然赚完之后我也说过了 我们就被扒到 因为他就突然一个大涨或一个大跌 透过台积电弄完之后 行情就被震了晃 所以5月6号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稍微被扒到 我也说过了再赚回来 所以我们昨天又用空单来去赚到昨天的行情 那昨天的行情的话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他一个开高就开在压力的地方 所以我当然空下去跟你换 我用20点50点跟你换后面这一段 跌下来的这一段 虽然我看多 但是有空的机会我也一样做 所以这就是昨天的空讯 跟今天的话 你又看到说 哇怎么又范围多难了 不辛苦 这个一点都不难 我一天几乎就只有一到两笔的操作而已 我们不是那种盯着盘 Tick每一个Tick在那边拼 10点就要走 10点做多 10点在做空 那边做空做多 做了50几趟 60趟 没有 那个很辛苦 那个是 如果你眼睛够好的的话 你会被看坏掉 因为现在的那些高频 现在那种捞你的单子的那些人 他们已经不是用眼睛在看了 他们已经是用电脑在看了 所以你不可能赢那些用电脑去做自动交易的人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跟那些人拼 他们有最低的成本 然后他们有最好的效率的电脑 可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做 今天开D 然后拉就是守住之后做个多单 去做获利了结的话 你今天就是很轻松的 可以跟着我们讯号做操作 所以多空都是很清楚的 那我们的内容的话 就是绝对不是跟你一天给你冲5笔 一天给你冲10笔 然后叫你去那边搞搞底面做 那个很辛苦 可是如果你可以透过每一次的顺者毛摸 我说过了 既然黑手在里面 你就看50 你就看100 你就看这些压力跟支撑 过不去就空下去 过得去就做多做上去 就这样子而已 顺者毛摸 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每天就给你看这个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不能做当冲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会员有一些 他们真的有重要的正值的工作 那这些正值的工作 如果影响到一些当冲的交易的话 也不好 所以也可以透过拨断单的方式 好好的把现在目前的行情 是多空双向的行情 把它赚起来 那多空的双向都可以做的 行径之下的话 我也给大家说过了 我们没有稳赚不赔 像今年的1到4月 我们就是赚了30笔 亏了24笔 所以我们可以有 3000点的这样的绩效 那损益金额的话是61万多 那当然这是今年的1到4月 然后你会发现说 4月好厉害 可以赚1000点 可以赚20几万 但是我也都务实的告诉你 如果你把时间把它拉长的话 有没错 去年一整年我也给你看了 3月6月7月10月赚千点 但是11 12月我就只有赚595跟284 好所以每一次的操作的话 就像我说到的 我们用纪律操作 但是我能赚多少 不是我去要求而来 我们是用赚大赔小行情给我的 当我做到每一次的赚多赔少 赚大赔小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我们的获利做到巨砂成塔 跟福利翻倍 那50万的资金来才能开始做 因为我希望你是有充足的保证金 然后充足的保证金准备完毕之后的话 开个期货户 或者已经开好的话 存在你的保证金账户里面去 然后用Lite 然后用080的方式 来跟我们做洽询 财富自由计划 很棒很棒啊 不是稳赚不赔 是赚大赔小 是带你福利翻倍达成财富自由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实战班我这边就略过 因为目前额满中 目前我们还是有蛮多的学长姐 正在排队等待 我们的名额释放出来 那没有办法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 那如果你这时间点 你需要的话 就只能来排队 可是如果还没有排到你之前 那你如果真的需要一些 多的协助 就是能够帮你多一些些 盘前给你压力支撑 盘中带你看讯号 甚至晚上你觉得 晚上也可以来来做个单 然后睡前再来轻松数钞票 睡前轻松数星星 或者是起床 看到漂亮的星星记号 再来做货益了解 这个都是跳空 或者是说都是波段单 才赚得到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把聚保期 把它带回去 当冲也可以 波段单也可以 你就可以好好的运用它 然后让聚保期来带着你 迈向财富自由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 邀请大家利用我们母亲节的感恩优惠 来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把非常好用的策略平台 聚保期给带回家 现在就加入大人哥免费的 Light粉丝团 ID是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加入之后帮我输入520 进一步了解 怎么样利用这一次的感恩优惠 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 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ght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M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